当机卡了两个礼拜到现在还在卡 跟炮轰中央分配给新北的快筛试剂根本不够 新北市民平均将近一个月才能买到一次快筛试剂 新北居隔标到4万2000多人 离谱的是一堆人都解隔了才收到居隔单 后一炮口对准中央怒轰三次 这是中央系统有问题 垂石系统已经缓硬超过两个礼拜 使用起来非常的不方便 卡卡的甚至有时候都会当机 经过多次沟通 中央当然知道整个状况 但是一直还没改善 后一痛批地方反映了两个礼拜 中央还没搞好 新北市民买不到快筛大炸锅 后一痛骂这也是中央问题 中央配合不稳定 新北市有892个药剂 就算每天都来 供货稳定78份 新北市400万的户籍人口 有一半200万人口要买 平均将近一个月才可以买得到一次 这个还算幸运你有去排 早买到 双美疫情首当其冲 柯文哲断言医疗系统已经在崩溃边缘 我现在已经想好了 底线就是医院不可以崩溃 这是我作为台北市长我的底线 我们不可以让病人死在急人外面 按照这个速度恐怕再过两三天 医院会住院会不够床 人少的时候可以闲暇 慢慢问你的症状 你喜欢吃什么药 现在已经乱事了 就标准配方给你吃 柯文哲更下令要拉高住院门槛 没事不要随便来 除非你跟我讲说你实在是很危险 怀孕36周以后啦 平常就在洗肾 很多慢性病 稍微感冒就会心脏衰竭 需要用到氧气的才可以住院 北市目前正在赶工要设立专门 处理快晒阳性的地点 避免急报急诊压缩到其他就医患者 记者杨桥林佩杰 三居小组台北新北采访报道